上次說到郭靖看著黃蓉睡覺 睡到半夜 忽然間聽到江面 啪啪聲的水響 好像有一隻船 駛在他們的船上 他的心就想 是甚麼人這麼救撲呢 這裏的水流這麼急 三更半夜還敢行船呢 他就想得兩想 又聽見 駱凡收掌的聲音 原來有一隻船 真是拍在郭靖的船邊 難道鐵掌幫 派多些人來 郭靖就輕輕推醒黃蓉 忽然間 他覺得自己的船微微側了一邊 郭靖立刻鎖開那個船棚 一條小隙 裝一下外面 突然間看到一個黑影 從郭靖這條船到 跳了過去剛剛拍過來的那條船 看他的身形 是那個扮啞的艇家 郭靖就告訴黃蓉 先去看看 黃蓉押頭就同意了 郭靖蹲低身 輕手輕腳 走出船艙 只見那邊的船 被艇家跳過之後 還躺下躺下 躺下未曾定 郭靖見到有機可乘 就跟著起跳 就跳過去 跳上船的船圍的橫樑道 郭靖的輕功 比扮啞的艇家好得多 他跳到那邊 那邊船上的人 一點都覺察不到 一過去 郭靖就紅了頭 到船棚的那些縫道 裝一下船艙裡頭 看到艙裡有三個黑衣大漢 他們一色鐵掌幫的裝束 其中有個神高神大 用青布包頭的 看樣子就像一個頭目 郭靖伸手很快 那個扮啞的艇家 雖然被郭靖跳先 但是郭靖裝野的時候 剛剛才看到他走進船艙 對那個高佬拱身行禮 喬寨主 那個喬寨主就說 那兩個賊仔 還在不在這裡 在這裡 那他們有沒有私而起什麼 沒有 不過最壞他們 就是不肯吃我們煮的東西 那我們就做不到手腳 是嗎 哼 讀不到他們 那就算了 我們等到後日的正午 你們的船過青龍灘的時候 來灘三里的青龍閘 你就斬斷船拖 我們會在那裡接應你了 是 寨主 哼哼哼哼 這兩個賊仔的功夫很教官的 你要小心行事 事成之後 幫主一定有重長的 等著你下水就游過去 千萬不要驚動他們 雅老艇家聽完指示 就退出船艙 抬著船邊 就靜靜游去自己的船 郭靖見到他下水 馬上一向圍竿 就跳過去自己的船 進去船艙 小聲把剛才聽到的東西 說回給黃蓉聽 黃蓉聽完就冷笑兩聲說 哼哼 一登大師那座山瀑布的水流 比這樹更加急 我們都能上去 難道我們還怕什麼青龍灘白虎灘? 靖哥 別管那麼多了 我們先睡覺吧 所謂知己知彼 百賤百勝 郭靖黃蓉既然知道奸人 到青龍灘才下毒手 反而更放心 就大叫索 到第二天 他們悠悠閒閒在船上 觀賞兩岸的風景 岸深休息 連晚上都不用看東西 他們休息得這麼好 就實夠精神應付突如其來的襲擊 到第三天 這一天就禮真事了 那天一早 扮啞佬的艇家 剛剛想起鬧開船 只見黃蓉不慌不亡 就對他打了幾個手勢 意思是說 我要放一隻馬上岸 免得去到青龍灘沉船 死了一隻馬 艇家一見他這樣說 臉色有點變 摔下頭 假裝不認識黃蓉這幾句話 黃蓉看見他這樣就忍不住 做了一個罵人的動作 那個艇家 才死死地氣 調轉船頭 就埋岸了 黃蓉和郭靖一起 拉著小熊馬上岸 上岸 走不遠 郭靖就勸黃蓉說 阿蓉 沒有跟那些奸人玩 我們暈這裡騎馬走把 為什麼呢 當然了 鐵掌幫那些陰險小人 何必我們要跟我們鬥呢 我們只要平平安安在一起 什麼都沒那麼好 你猜我們真的可以平平安安在一起嗎 三句話 黃蓉又單單打打郭靖和華僧的婚事 說到這樣 郭靖就沒有聲出了 黃蓉說完就已經放開小熊馬的疆城 向北邊指幾下 就叫馬走了 這隻小熊馬很有靈性 已經幾次離開主人了 這陣子 知道只是暫時和主人離別 他叫了幾聲 歡歡喜喜就走了 放走了小熊馬 黃蓉又拍一拍手上的黎沙 叫郭靖一起回到船上 郭靖不想走 他就勸黃蓉說 你身體還沒好 去冒這些險無畏 黃蓉看見他不走 自己走到船邊 郭靖不想丟下他不理嗎 就不行 無可奈何 就跟上他上船 那個艇家一見他們上船 就趕快叫兩個幫忙撐開船 扯起帆就先開走 然後到船艙 黃蓉才說 靖哥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經歷多些驚險的事 等到將來分開了 就有多些回憶了 哦 原來黃蓉經常想著 郭靖以後要分開 那他心煩 就經常想找些驚險的事來刺激一下 郭靖現在開始有點後悔了 他後悔什麼呢 後悔當初在牛家村那裡 以氣弄事 就答應了草華僧 好吧 現在都不知道怎麼收拖好了 不經不覺 他們又走了一個多時辰的船 看來就正午時份了 現在沿江兩岸的山峰 就越來越高 越來越企 估計這處離青龍灘也不會很遠 郭靖王還炸出來夾板觀賞風光 就故意站在船頭 只見向前駛的船席 都是被人拉遷的 拉遷呢 就是用繩拖著船 被人拉著一步一步逆流而上 那這裏的水流十分之急 西籍的船往上行 起碼要五六個人拉就行 大隻船要幾十個人才行 只見那些船夫每個身上拖著一條繩 共申彎腰就逐步逐步向前崖 他們的額頭幾乎碰到地上 被拉的船在急流衝擊之下 就好像釘實不動的那樣 慢而已 那些船夫一律白布包頭 打大赤膊 古銅色的皮膚上大汗搭西汗 比起頭一招閃閃發光 他們大聲叫著 哈希 哈希 這些勞動的浩子 來幾里這麼遠的河面道 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這班叫那班亭齒起彼伏連綿不絕 那向下行的船呢 是順流而下 這樣就嫌他太快了 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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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 郭靖靖自小在蒙古長大 沒見過這麼急的江水 也沒見過拉遷的場面 水聲和人聲 這說真是聲勢驚人 他忍不住就小聲對黃蓉華 阿蓉 先頭我以為沿光只是水流急 現在看來 我怕等真過青龍灘的時候 那裡急灘又長 水流更急 如果這艘船已燒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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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他在這裡想發洩 她不喜歡郭靖答應和華僧結婚 郭靖看著像黃泥水那樣的江水 混在兩邊高山之間 撞來撞去 那些水急得全都轉了 她越看越心寒 慢慢想辦法 想想還有甚麼法子 勸黃蓉才行 想得兩想 他們的船就順著江面轉了一個彎 這次離遠望去江邊 有幾十戶人家 那些房屋依山而建 又高又低 他們這艘船 好像狂奔的野馬那樣 咬咬咬咬咬 眨著眼睛 就洗到屋邊了 戰這次岸上高 早就有幾十個大隻佬在等著 扮啞的艇家一見他們 趕快拋了兩條繩給他們 他們接著繩 立刻在岸邊一個大攪盤 十幾個人 搞了那個繩盤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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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些逐些 拉了郭靖地的船 埋岸 一埋岸 雅老艇家蠢蠢 就拋了兩條茅落水 那隻船 這樣才停得住 黃蓉建岸邊 還彎著二十多隻船 他就問隔壁船的一個男人 說 叔叔, 這裡是甚麼地方 青龍閘 青龍閘 前兩晚鐵掌幫一個頭目吩咐艇家 就在青龍閘過的青龍灘下手 郭靖、黃蓉兩人知道 就快理真事了 當然打醒精神 厚硬那個艇家 快到了正午時分 只見艇家和岸上一名大漢 打了兩個手勢 突然拿起斧頭 砍斷了兩條拉船的繩索 然後急急扯兩堂鐵柳 船沒有東西 讓那些鋼水一衝 打個轉 炸聲就跟著衝到下游了 一個青龍閘 河床突然站了很多 那些鋼水就像一幅大瀑布一樣 打直射下來的 在這兒行船 一下疏忽就會船毀人亡 故此 扮雅佬那個艇家 看著江面眼都不敢斬下 雖然他很熟悉這裏的水路 那兩個年輕的艇家 一人拿著一條竹竿站在他兩邊 好像是預防急流中有什麼不測 又好像護著雅佬艇家 怕黃蓉郭靖過來襲擊 那些江水越來越急 轟轟轟 黃蓉郭肯定整隻船碎了 連渣都沒有 郭靖見這個時候 再不動手就遲了 他就說 阿蓉呀 我們過去搶陀 說完他三步兵了兩步 就衝去船尾 靖哥 慢著 幹什麼 郭靖見黃蓉叫著他 就停下問 黃蓉就小聲對他說 靖哥 你不記得 我們有對白鵰嗎 沒有怕 等一會兒 等一隻船一吸轉 我們就騎白鵰飛走 等他們幾個臭臭 捉水鬼 郭靖一聽 怪不知黃蓉這麼久 面對滔滔江水 就面不改色 心不調 原來他似著有兩隻白鵰 真可憐 郭靖就馬上吹聲口哨 那兩隻白鵰 一直離遠 吊著一隻船來飛 看到主人叫他們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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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猛地飛過來 那個扮啪的艇家 剛才見郭靖想衝過來搶陀 就想著動手也行 忽然見他停下不來 他還猛聲聲 不知道人家已經有避難的方法 還以為郭靖和黃蓉這兩個 俊男俊男俊女 被這麼急的江水嚇倒 手足無草 他心不知多歡喜 忽然間 離遠又聽見千夫的邀嚇聲 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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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喽 眨著眼前 有一艘烏篷大船 Peninsula渦水駛過來 這艘船的船尾頂會牽著一面黑棋 那面棋被風吹得卡啦 雅魯艇家一見這面黑旗 又拿起斧頭 嘟嘟嘟嘟嘟 幾下手腳就斬斷駝柄 然後就趕快站出左邊的船邊 等那隻黑旗船過來的時候 就準備跳過去了 這邊郭靖就已經按住那隻癡 叫黃蓉先飛走 誰知黃蓉就不用急著 叫郭靖拿船頭那一堂鐵樓 然後就拋過去 駛過來的那隻黑旗船 郭靖見這艘船 和自己的船 還差一跤遠 於是就手急眼快 咳嗽 拋了那一堂鐵樓過去 只聽到啪聲 那一堂鐵樓 打在黑旗船船頭上千桿島 千桿就是拉千的時候綁繩的地方 很受力的 那現在船就被幾條麻繩拉到行 被鐵樓一撞 就當堂斷了那條鐵樓 那幾十個拉千的千夫 就出行力拉著那隻船 突然船頭的鐵樓斷了 整天鬆開 人們都摸在地上 這陣子就有東西看了 這隻黑旗 當堂斷了線的紫妖 在水中打了幾個鑽 就馬上打倒退 衝到下游了 船上邊的人和岸上的千夫 看見到到起勢地叫 忽然間 人聲水聲就響成一片 扮雅那個艇家 還沒估到郭靖來一手 本來是靠一隻黑旗來救命的 當堂嚇到臉青青的聲鼎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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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一堂 還拿起來 看著那隻黑旗船衝到他的船邊 一拍就吹牛鼎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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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 在黑旗船尾艙 飆出了一個人 順手搶那條竹膏 向前一搶 竹膏就搶正那堂鐵鑊 整條竹膏彎得很快就攔腰斷了 不過那堂鐵鑊被擋了一下 跟那半部分斷了的竹膏就掉到江深 戰那邊拿竹膏的人 伸穿黃麻布短衫 下巴一堆白鬍鬚 被風吹到捲著耳邊 這艘船躺著躺著 站在船延邊威風嶺嶺 動也不動 腳底好像垃圾一樣 這個人就是鐵掌幫的幫主求籤人 郭靖黃勇一見到他 想不到就大吃一驚 就在這陣子 很壞不壞 郭靖在這艘船的船頭上 撞上一塊招石 把他們兩個排走到後面 地打到走 直到背你撞到船艙門裡才能停下來 船頭一爛了 江水就起飄在船上 一會兒就整船水了 這陣子 郭靖黃勇已經不像騎鯛走了 生死關頭 郭靖也沒想到到這麼多了 叫黃蓉跟著他的尾 說完就啪聲跳起 一招飛龍在天 就從這艘船跳過裘千印 郭靖這麼做是以功為首 他想著 如果跳過黑旗船的另一道 裘千印一定會 看著他還沒站穩腳的時候 就從旁邊襲擊 以裘千印的功力 郭靖當然很難擋得住 但是他由正面猛攻 出其不意 或者會令到裘千印抖一抖 到時郭靖就會有棋的地方 裘千印正義是江湖老手 郭靖一起步 已經知道他想怎樣了 將裘千印舉起 斷剩的半個竹膏一銀 那條竹膏在空中連刺幾下 他要郭靖看不准他刺去鞭樹 他虛虛實實變幻不頂 郭靖一見 糟了糟了 強行伸手去撥那條竹膏 不過一出手 那隻飛龍在天就失勢了 他一失勢 裘千印就扔了那條竹膏 一掌就劈在郭靖的胸上 他雙腳有得站 郭靖在半空中 如果大家掌力一折 就一定把郭靖震到江中 裘千印這次他想實實吃武癡牙 打低郭靖下水 誰知就在這個時候 一支逼綠逼綠的竹膏 就睹了他的眼睛 嚇到他移開兩步 就在他腳步一移 郭靖就站在他的位置 原來剛才那個鵬是黃蓉洗的 他人未到就鵬先到 裘千印就掛著跟郭靖交手 想不到黃蓉就冷不防這一招 那裘千印一縮開 就被郭靖和黃蓉兩個跳過來了 這時候裘千印手下有些人 已經衝去船尾 掌號陀仙 慢慢調轉船頭 讓船頭頭前尾後 駛去下游 安全一點 郭靖坐過的那艘船 慘了 早就撞爛了 撞成兩層 那些船班 布帆 還有扮啞佬的艇家 還有另外那兩個年輕艇家 在江中被大船窩衝到彈彈彈 那個扮啞的艇家 這個時候都不記得自己是啞的 就慢慢叫救命 救命呀 救命呀 他的聲音果然是很響 他們三個雖然在江中拼命地掙扎 慢慢游 慢慢游 不過哪兒游得出船窩 一會兒就被捲入船窩中間 被拙在江底 三個雖然害人不成 反害己 就這麼大了 再說這隻黑旗船 純粹的猛 那對白鴿彈彈在空中 追著飛來飛去 就猛地叫 啊啊啊啊 好像是叫主人 快點騎上他們的背上去走 可惜他們的主人 現在想走也走不掉了 煎黃蓉一下船 舞得那隻竹棒就飛散 幾下手勢就逼著求千人的手 去船頭那邊 他轉身就想說去船尾那邊幫郭靜打求千人的 忽然間他雙眼被東西搶了一下 定神一看 見到船艙裡有人舉起一張刀 向下猛斬 黃蓉不能切 看清那個人想斬什麼 左手一握 撒 一堆鋼針飛過去 那些針就喊了喊了喊進那個人的手裡 那個人的刀掉下來 斬了自己的腳 痛到他喵喵喵 黃蓉一個戰步衝進船艙 一腳踢開他 這件船艙板上 有一個人手腳被人綁緊 躺在那裡不能動 這個人眼眨眨眨著黃蓉 原來這個人就是神算子英姑 黃蓉想不到居然這樣 順手救了英姑一命 馬上撿到艙板那把鋼刀 幫他割斷身上的繩索 英姑一鬆綁 伸出右手就施展擒拿手 搶了黃蓉這把鋼刀 一刀就斬了那個想斬他的人 然後他就對黃蓉說 妹釘 雖然你救了我 只要我會報答你 黃蓉就回答他 誰要你報答 你救過我 今天我又救你 剛好拉平 將來你又沒有欠我情 我也沒有欠你情 說完他走出船艙 就去船尾幫郭靖守 那個英姑可能被捕了很久 一出來就找人殺 他見到裘千印手下的流羅 見了一個就殺了一個 那些流羅慘了 沒被他殺死就逼著跳到江中 跳到江中就是自尋死路而已 那英姑收拾了船上的流羅 只剩下一個掌陀就算了 他見郭靖 黃蓉兩個 跟裘千印打了幾十招 一時還沒有得手 他就走過去玩了 妹釘 別又屎又爛人 拜託你借尾等我來吧 黃蓉見他牙刷刷 心裡早就不憤氣了 抓一下郭靖三尾就說了 靖哥 等英姑來打我們不要管 郭靖和裘千印打了幾十招 也想揭手了 他就收掌護身 退了下來 奇怪 怎麼知道英姑沒有和裘千印打 只是跟他說了一段話 各位 這個英姑一心想報仇 一個人孤孤單單住了幾十年 他的脾氣很古怪 他肯不肯幫郭靖和黃蓉呢 就明天再說了